大家好 我是大眼方旅行 今天我来到了是云南省晋雄县的大山里面 在这一片大山的底下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天坑 天坑底下有一个山洞 真的是非常的奇特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天坑的底下 在我背后就是这个山洞 大家应该也有看到这个山洞 这个山洞里面竟然住着八户人家 三十二可能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山洞的前面 在我面前有一大片的这样的一个田地 他们在这边种了很多的玉米 南瓜等等的一些农作物 他们主要是靠种了这些东西来生活的 这个天坑它的极限有600米 它的深度是200米 我踏边在这个200米底下的这里的山洞里面 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特殊奇特 现在我们就到山洞里面去探望一下 走吧 这个洞口好大 现在这里太阳已经出来了 所以说在这个天坑底下还是非常的蒙热的 嗯 现在它给它发烟了 发烟了 啊 发烟了 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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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啊就是在一个山洞里面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太阳还是可以照到山洞里面的 可在前面呢这里有一排房子 就是他们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上面呢也有一排 那里也有一间 那么这个山洞在里面上面高一点也有 他们这边呢总共住了8户人家32个人 这里呢还有一个篮球架 往这边看呢 这边就是他们养牛的地方 有一个牛舰 差不多养了七八头牛 顺着这个楼梯跑到最高的山洞这里面来看一下 哇这里呢 他们可能刚刚摘到了这个玉米 这里有很多的玉米壳 在这个山洞里面呢探访结束了 也了解到了这个山洞里面呢探访结束了 这个山洞里面的人的一些生活习俗 及习惯啊 他边就住在这个山洞里面8户人家32个人 利出而作利落而虚 他边就在这片天坑底下的这一个田地里面耕种玉米啊 来刮等等一些农质物 现在那探访结束了 我就打算往回走到亚顺的这一个山路往上面爬 从那边走到这边都有点气沉沉的 看来要捡回了 谁买个车给我 好回去